在場還有吳怡丁委員 他希望可以再來跟法務部跟司法院再討論一些事情 那吳委員就麻煩三分鐘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吳怡丁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法務部長吳之想提醒你 我剛剛跟你提的 因為民眾募資 他們大概就是這幾天 就要到紐約時報去刊登全版的廣告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儘快的公布 這些粉專的IP 來澄清台灣人的清白 那這兩個粉專呢 一個是在Twitter上面的 叫做自由徐州電台 這個是調查局那邊已經公布說是對岸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公布IP 調查局那邊應該也都有相關資料了 那另外一個是臉書上的 指示篤欄這個粉專 那我們也希望調查局可以公布他的IP 證明他不是台灣的 後面不是台灣的IP 那這個東西一來很急 因為台灣的民眾募了一千多萬 要去紐約那邊刊登廣告了 二來我覺得我們希望是做一個榜樣 讓大家覺得不能永遠的躲在假帳號後面 你的IP是會被公布的 IP公布這件事情呢 其實在很受歡迎的PTT上面 所有的留言都是要公布自己的IP的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希望法務部長這邊可以請調查局那邊儘快公布 請問不知道一個禮拜有沒有辦法 因為應該是他們那邊都有資料了 我帶回轉答啦 帶回轉答 那他們把他們處理的能夠做對外更詳細的說明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 那部長那你給我一個時間好了什麼時候可以公布 我沒辦法現在來確定說他們需要多少時間啦 那我把這個訊息轉達給他們 OK應該是說這個只有許州電臺 因為調查局之前也說了是對岸的帳號 所以他們一定是有這一個IP的資料的 那指示篤欄呢 其實在已經有六個案子從法院那邊結案了 所以調查局那邊應該也是有相關的資料的 這樣吧 部長那請你們那邊就是讓我們知道 可以公布IP的時候讓我們知道 或者是他們有一個距離的時間的時候讓我們知道好嗎 因為他查到的是哪一個IP 我不曉得 他也許不是你講的這兩個還有更多 沒關係 因為這兩個其實是影響力比較大的 我們先從影響力大的下手 我想我們不一定要限制在哪一個嘛 不用限制 當然當然該查都要查 不過這兩個因為它的影響力比較大 所以我同意可以查更多個 不過這兩個是影響力比較大的一定要公布 因為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轉答啦 這個請部長回去研究好了 這因為這也算是偵查中的案件嗎 如果有犯罪的話 如果屬於犯罪的話 當然是偵查中的案件 他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職權跟專業啦 就部長回去了解 然後有更明確的訊息再來跟吳委員說明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吳委員 那所有登記發言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